井底之花未曾见过大海,但他见过暂蓝的天空 当见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套电影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Great 今天我想讲的作品是《超和平Buster》的第三套作品 《知道天空有多难得人》 《知道天空有多难得人》 是由长井龙舌导、钢铁魔力片剧、 田中最学负责角色设计的原创电影动画 亦是我们俗称的《超和平Buster》 如果是喜欢看动画的人,对于这个名字绝对并不陌生 因为家传户晓的《未闻花名》就是出自他们之手 号称最强的《超和平Buster》的动画《狼与虎》 都是由他们合力制作的 长井龙舌对于剧情节奏的把控 《钢铁魔力》对于青少年少女 细腻复杂的感情的描述 田中障学相当舒适好看的角色 顺带一提,霸王的《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志》 都是由他来角色设计的 所以都可以看得出田中障学的角色面向的 不单只是动画爱好者 而是更加大众的后味 对于需要吸引更多观众的动画电影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武器 亦因此《超和平Buster》不知不觉 已经成为动画业界中优秀作品的指标 只要是他们三人合作的作品 总不会令人失望 而今次知道天空有多男的人 固然也没有令我失望 故事的主角是17岁的高中二年级生 上生葵才对 她居住在被群衫围绕的乡下城镇之中 明明是决定出路的重要时期 葵就不准备考试 每天都只是弹自己最喜欢的Bass 沉进在音乐之中 希望毕业之后去享往的东京 组成乐队 并直接被一直照顾自己的姐姐特意简脱 而望着这样的葵 姐姐仙的心反而感到担心不已 两姐妹在13年前 因为事故失去了相亲 从而相依为名 当时高中三年级的仙 决定放弃和暖人前往东京 放弃自己的梦想 选择在本地就职 从此之后仙就代替父母 担起照顾年幼葵的重任 和葵两个人共同生活 然而葵对于因为要养育自己 只要放弃恋爱和很多事情的姐姐 而感到愧疚 因为自己从姐姐的人生中奪走她的自由 束缚着姐姐成为她的锁链 而在某一日 盛制里面举办的音乐制 邀请到知名歌手单任嘉宾 而为歌手进行伴奏的乐团 出现了神之界的名 各位曾经是先的暖日 歌中毕业后 独自前往东京 就失去音术的神之界回来了 同时在葵的面前突然出现了 由13年前穿越回来的18岁的神之界 由于这个意想不到的作画 她对神之界由小时候的憧憬慢慢变成爱望 另一边就是时隔13年再次相遇的先童神之界 再次出现的神之界 和13年前满怀梦想而去闯荡的神之 仿纷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仓著的样貌和葵遇见的年轻甚至 形成鲜明对比 故事围绕四人复杂 苟杰的心情开始展开 其实电影的剧情不算复杂 相当简单的一个故事 以下总要是我个人对于剧情的理解和分析 涉及严重的剧透 如果未看的观众 希望可以看完电影再回来 首先本作最重要的一句句子 井底之画未曾见过大海 但他见过湛蓝的天空 也可以说是贯穿全作的一个句子 带出成长的同彩和牺牲的领悟 而句子当中的井底之画究竟是至近谁 我想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我认为作品当中有两个角色 都是句子当中的井底之画 就是先和年轻的神之 年轻的神之不知什么原因出现在十三年后的世界里面 被困在当年的寺庙当中 没办法走出来 只能透过门而观望外面的世界 心中有想要出去闯动的梦想 希望成为口中的吉他手 但因为被先拒绝的事情 令到他对于是否应该一个人独自前往东京 而有所犹疑 亦因此分裂出年轻的神之 被困在寺庙的他 未曾见过外面的大海 未曾了解世界的广阔 但透过仅有的大门 见到天空的站立 知道梦想的美好 一种纯粹的心情 和长大之后的神之 形成巨大的反差 未来的神之 不再是井底之画 抱着装置跳出井口 见识了世界之广阔 见识海大海 也在繁花似感的世界之中 反而忘记了当初站立的天空 时间的流逝总是残酷 可以毫不留情地改变一个人 即使只是做伴奏的乐团 和自己当初的梦想大相敬庭 仍然以自己已经成为专业劫他手 梦想已经达成为麻醉自己 自我安慰 自暴自喜 但其实他心中一直知道 自己所期望的未来并不是这样 所以在他有机会回回家乡的时候 他带着曾经的相片 回到最初梦开始的地方 希望可以重拾当时的热情 再去寻找当时向往的站立天空 去找一直满怀大致等着自己的自己 也是年轻甚至穿越回来的真正原因 退造以迷失的自己一把 因为自己只不过仍在追梦的途中 仙为了妹妹放弃了爱情和梦想 选择留在偏僻的家乡 照顾妹妹 选择成为不知道世界广阔的兄弟之话 的确本地就职的仙 可能不知道外面世界广阔 但对于仙来说 妹妹可以好好地长大成人 就是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的事 她的笑容和欢乐可以说就是仙的天空 她知道她真正想守护的事物就是她的妹妹 即使为了她的牺牲自己都在所不惜 在妹妹面前表现成超人的模拥 无所不难 只是为了守护属于她的站立天空 相比自己的未来 她更加想成就所爱之人的梦想 葵是她成为井底之话的勇气 电影后段多次经由葵后中说出天空之难 过去她一直未曾真正注视这片天空 未能发现她的站立 而就是她发现姐姐写的葵的攻略书之后 她知道一直完美无缺的姐姐 并不是所谓的超人 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会哭会失落 但作为年轻的姐姐 她未曾在葵面前展现自己软弱的一面 直到姐姐一直为自己的默默无力 对于自己的魯莽和言行感到后悔 所以即使痛苦 她今次选择像过去的仙一样 牺牲自己的爱情 因为她更加希望如此照顾自己的姐姐 可以得到自己的幸福 我认为葵这一刻才真真正正明白到仙 见到和她一样为难的天空 不单止葵是仙的天空 而仙都一直都是葵的天空 这边站立的天空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只是自己过去一直未能发现 两姐妹一直都为彼此着想 即使需要牺牲 亦希望对方可以幸福 我认为这就是对于亲情这种 坚不可出的基本最好的诠释 最后年轻甚至和仙的对话 都可以说意味深长 明白仙井底之蛙的意思 明白到昆布饭团的好友 怎会再喜欢金枪与饭团呢 我的理解就是 这段时间葵一直陪伴在神智身边 她也都知道葵的好 率直老莽的性格和自己非常相似 也都明白当年仙 为什么会选择照顾葵 而放弃了和自己去东京聚梦 葵喜欢的昆布饭团象征着葵 而神智喜欢的金枪与饭团 也都象征着神智 而由以前开始仙都只是整葵喜欢的昆布饭团 也代表了在先的心目中 妹妹葵相较之下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对于年幼的妹妹自己未能放任不理 过去未能理解的神智 也在今次的经历之中得意理解 并且从低落之中食华 而故事的最后先讲 下次都可以试下做金枪与饭团 另外她可能觉得葵已经长大独立 自己也可以再次尝试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暗示了对神智爱慕之心的接受 才会有以上的对话 不知道对于这段对话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理解呢? 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 我也很欢迎大家下面留言 一起分享一下 一起讨论一下 总结而言 我对于《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 这部电影是非常推荐 主题曲《Her blue sky》更加是洗脑式的loop了很多日 当时配合剧情的高潮片段印象非常深刻 但凭我的片面之余难以概括电影的一切 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欣赏一下这部电影 相信当中想传达的事物 将会在你心中牵起一次又一次的波纳 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感动 希望各位注视一下自己身边的事物 可能你一直沉默着的天空就在你的身边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like和comment告诉我 现在我也会做更多关于动画、动漫和相关的影片 如果你有兴趣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和按下键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小春 小春 凡凡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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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白穗 太梅